三軍軍樂隊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童 設計童謠卡通主題曲及流行樂曲 吸引目光的同時也宣揚全民國防一刊 而今年一月一告升任少將的 弘葉傑出校友古盛文 即花蓮瑞穗鄉阿美族的少將陳金龍 也到場 更也受到國防部長高華駐的讚賞 萬榮鄉紅葉村是萬榮鄉裡 從軍最多的村落 而古盛文也是第一位晉升少將的太魯閣族人 從小家中就十分艱困 還接受世界展望會的就學技註 考入入軍官校轉科班 他也以自身的經驗鼓勵學子 花東防衛司令部展現了舞蹈 更有全副武裝的軍人 展現國軍威武的形象 為的就是希望能在小朋友面前 產生深刻印象 雖然不知道這宣傳的效果如何 但在小朋友高興的笑容中 他們的確對這身身著軍服的大哥哥 大姐姐的到訪產生好感 記者趕走花蓮瑞穗採訪報導